歡迎大家來到LSGI的地下管線測量實驗室 我們這裡有一個模型 可以叫做模擬 我們在香港或者在世界上很複雜的地底世界 這個模型的比例大概是1比3左右 即是我們在後面的缸上模擬了很多管線 亦都回了一些泥土去模擬外面的真實世界 我們的同學或者是我們研究員都可以在裡面做一個 在未出去做真實世界做真正實驗之前 可以在世界上做一個比較類似真實的模擬 究竟裡面是怎樣呢 大家在前面看到有一個座椅 其實我們這裡是可以開的 打開之後呢 你看到有些管線在裡面 有些是膠管 有些是鐵喉 是不同類型的管線 在香港可以叫做水電煤渠 水即是供水 電纜 煤氣 還有這個渠墓的 這樣 這個是一個很簡單的簡介 我們之後呢 會有幾個示範的 我們可以一路去看看 我們這樣的科技呢 究竟怎樣在我們地底管線去 有個叫做測量的形容 這樣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我們做地底管線測量呢 最重要呢 就是看到一些叫做 大家平時在街上經常走過 但又會忽略的 我們叫做井蓋 或者是沙井 或者是一些雜製 那這就是一個其中一個例子 那這個雜製裡面呢 我們可以其實擺很多不同類型的 傳感器 Sensor 包括一些叫聲納的傳感器 有些叫電磁感的傳感器 那 譬如說 這裡我第一個示範的 我們有時呢 香港地底其實漏水都相當之嚴重 那呢 可以用什麼方法去找它出來呢 其實有時候就 大家有時候見到在街上 有些政府人員呢 都會用這些 用這些Microphone來聽 去聽它的漏點是怎樣的 大家如果在現場聽到 有些響響的聲音呢 就是那些 就是水在管線流動的聲音的 那去看這些聲音不同的 那些pattern 就會找到那個漏點的 大概的位置 和那個程度 那另外一個方法呢 就是我們叫管線移 那都是用回這個雜製作為一個起點 那你就會在管線移去 我們叫做電場的訊號呢 就經過那條金屬管線呢 那令它帶電 帶電之後呢 那我們就可以量回它的磁場 那就是我們可能中學會聽過 電磁錦啊 或者電磁波啊 這些這樣的原理 那那 那譬如我們這個 有一個儀器呢 就是我們叫做管線移 那它會收集那些磁場的訊號 那譬如一開始我們離開那個 雜製比較遠的時候 它的訊號是比較弱的 那但是當我們去到很近很近那個雜製的時候呢 或者不是雜製 或者那個管線那個走向的時候呢 那個訊號就比較弱一點 因為它離開的管線是最近的 那再離開它的話呢 它又會弱的 那你就會知道呢 其實呢 管線的實際上的位置大概就是這個位了 那我們再看看這個深度 0.7,0.9,0.8米呢 就是它的深度來的 那在這個情況 我們就可以定到地底的位置 就是XY和Z 那但是留意一件事呢 其實我們是看不到那條管線的 那所以其實跟我們在地面做測量的最大分別呢 就是其實我們在地面做測量呢 我們很多時候都是可以看到那個目標 但是在地底的管線呢 我們很多時候都看不到的 那這個是我們管線移的一個科技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再比較複雜一點的科技呢 就是我們叫探地雷達 Ground Penetrating Radar 那就是我面前的這個儀器 那這個儀器本身呢 當然有一個control unit 中間這裡 那這個白色的箱呢 其實是一個天線來的 一個是發射 另外一個接收 那另外大家看到有四個輪子的 四個輪子呢 就是我們當我們這部雷達向前推的時候呢 那四個輪子就負責跟地下的摩擦呢 去trigger 去叫那個雷達呢 去開始發射那個信號 那樣 那樣在我面前呢 是一部電腦 那它就是負責去採集那個數據 再之前呢 在一個叫做零鏡的PRISM 去回去 給我們一些 譬如是全站儀 去找回它那個實時 那個位置全站面 就是我們後面這個綠色的儀器 OK 那就可以讓我們大家 在做這個 我們叫做走線的時候呢 可以去實時 知道究竟我們的雷達呢 究竟是哪個位置 那就是一個示範 那我們在這部電腦呢 就會看到一個叫做雷達圖 那不用太擔心 因為好像很複雜那樣 其實雷達圖是一些 我們二三年級的同學呢 都會做一些分析的工具來的 那我一邊推 大家看到一邊推 其實呢 有 黑白白這個反射 向右邊走的 向右邊走的 就是跟著我車的走的方向 然後 另外 有一個 打 向下的一個軸 看到大家最低的位置 1.5米呢 就是這個深度來的 其中裡面 所有黑黑白白 或者灰色的反射 都是一些反射來的 那我一邊推過去 其實這個圖呢 給大家看到一個 叫做地底的泡 的section 就是地底的一個橫切面 那推到尾的時候呢 就看到了 那我們有不同 這些黑黑白白的反射 就是那些不同的泥 分層的反射 那我們看到這些 這樣的反射 那可以其實呢 不單止停留在我現在這個位置 我們可以拉回那個雷達 向後走 那我一路再找回 究竟我們想有興趣的 一些目標 來到這個位了 那這個位 那這個位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看到這裡 上面有一個兜兜 上面有一個兜兜 這個兜兜 是其他地方沒有的 其他地方呢 你會看到很平均 有那個 那個地表的反射呢 走在周圍 那但是唯獨呢 那這個位置呢 有一個這樣的 叫做 好像飯煲 那樣的反射 那其實這些位呢 其實在城市裡面 都相當之多的 那這樣 那我們可以其實去 再看一下究竟 這個兜兜 有些什麼來的 那大家認住這個 就是這個 剛才我說的 這個雷打的位置 那這個實驗室呢 最大的好處呢 就是其實呢 我們可以 將一些 這些物件去 埋下去 譬如一些 金屬啊 或者甚至乎 不同一些的 非金屬物件 埋下去之後呢 看一下它的反射 究竟是些什麼來的 那麼 找到那個標誌 找到那個 樣子出來之後呢 其實可以 在街外的外面 做一個對比 那麼 那我跟著呢 就還有一件最 得意的 就是我開一開 看看剛才呢 我們的反射就是這個位置的 大概這個位置 那麼我們這裡的 這些板呢 就是可以開的 就是不像街的 石屎或者納青 那些是 就不能開的 那所以 但是我們這些板呢 是玻璃纖維 所以比較輕 可以開到 去看一下究竟裡面是什麼 OK 那我們開開看一下 1 2 3 哦 原來呢 剛才那個反射呢 剛才看到 煲形的反射呢 其實是一個 洞來的 是一個洞來的 那麼大家想像 如果我們在街上 其實呢 很多因為 可能在旁邊的水管 或者是不同的滲水 出現的問題 會令到呢 那些水土流失呢 就剩下一些洞在地下 那麼當車在上面 走過日漬月累之後呢 那麼其實 有機會呢 是有些車會掉進洞裡 或者甚至乎人 掉進洞裡 那樣 那麼所以呢 但是 如果你不開 如果不去 開滑 你不知道它在哪裡 那麼其實我們現在這個方法呢 就是在它還沒開滑之前呢 都可以找到它的那個位置在哪裡 那麼其實有些時候呢 大家如果去 有家人可以做磁力共振 或者是 超聲波啊 那些這樣的掃測 都是在 不會在你人體裡面 去開個洞去看 而是做一些掃測 掃測完之後呢 才做一個診斷 那麼我們 這個實驗室 都可以做同樣的事情 好了 來到今天最後一個示範 示範呢 就是在我後面的 另外一個 另外我們 除了在地面去做這些測量之外 剛才我所說的 測量全部都在地面 但是其實呢 在喉管裡面呢 都可以很多其他測量的方法 尤其一個 香港面對一個 都挺嚴重的問題呢 就是喉管老化 喉管老化之後呢 等於我們人呢 解傷了自己的手呢 那麼我們很多時候呢 會貼一塊膠布上去 那些膠布呢 可能一天兩天 你洗澡的時候呢 都會把它撕掉 撕掉 但是其實在水管裡面的膠布呢 就是水管當它破裂了之後 或者漏水之後 你貼的膠布呢 其實就放在那裡永久的 但是問題就是 當這些膠布 它好像人的膠布 會脫掉的嘛 或者脫掉的時候呢 那怎麼辦呢 所以呢 我們肉眼呢 未必能看到它脫掉的 就是它可能裡面 貼下去之後呢 很多泡泡 但是其實我們肉眼是看不到的 那用什麼方法呢 就好像我們剛才 我們用聲納啦 用電磁感啦 用雷大的方法啦 其實我們都是看一些 我們肉眼看不到的一些 defect 那麼呢 這裡呢 前面呢 我們有一個 就是這樣的 這樣的樣本 這塊玻璃纖維呢 就是我們通常用來做 喉管復收 經常會用的一些材料 那麼 你看它是白色 是不是 我們在 在我們面前呢 就我們噴黑了 這塊玻璃纖維 其實是一樣的而已 噴黑了玻璃纖維之後呢 就模擬它 黏在一個喉管裡面 那麼 在我們面前 是另外一個什麼儀器呢 就是我們叫 紅外線的熱障儀 就是大家最近都經常會有機會 可以去看一下 檢測一下體溫啊 或者是有沒有發燒啊 這樣 那麼這個熱障儀有什麼用呢 就是其實它去看看 究竟 就是 面前的溫度是怎麼樣 就是現在大家看到我的手掌 是不是 手掌 那麼我面前呢 就是這塊玻璃纖維 左上角 右上角 左下角 右下角 那大家 眨眼看呢 其實它沒有什麼的 就算肉眼看 用紅外線看呢 當它跟那個溫度 跟室內的溫差 是沒有什麼分別的時候呢 其實你看不到有什麼分別 那但是 當我再做多一點點工作 就是我現在 在我面前呢 有一部 有盞燈啊 有盞燈呢 就是紅外線的熱燈 那我開著了它 開著了它 將它照到這個玻璃纖維面 那大家很明顯看到呢 那我開始有個熱能了 熱能的反射了 熱能的反射了 熱能的反射 OK 當我拿開它 拿開那盞紅外線燈的時候 你會看到什麼呢 就看到很多這些 有一顆 有一顆的 泡泡 一顆泡泡 有些泡泡是大一點 有些泡泡是小一點 有些泡泡紅色一點 有些泡泡是淺色一點 那它代表什麼呢 其實我就是代表我們 當我剛才所說的 你手受傷之後 貼膠布上去的那個位置呢 其實不一定 所有地方都是可以很 很圓滿地去貼住 那如果你看不到的時候呢 那怎麼辦呢 日漬月累之後呢 那水管又會再爆過 那我剛才大家記住 我剛才紅外線那個 那個一粒粒粒的一些反射 那我之後呢 其實還可以再做了兩件事的 再做了一件事 就是把這塊玻璃纖維拿走 那用肉眼就看到它的泡泡 就是剛才那些比較紅色 紅色的泡泡 就在這裡附近 比較細粒一些的泡泡 就在比較 顏色比較淺一點 那其實代表什麼呢 就是溫度的差別 溫度的差別 溫度的差別是有不同的 好了 那今天除了介紹了實驗室 還有做了四個示範 做了四個示範 那這樣希望大家 對這個我們地底管線 測量的一些科技 有些多少少的了解 多謝各位